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要营造好生活 過過好生活 歡迎收看 鍋鍋過生活 各位朋友你有看過樹葡萄嗎? 採摘過樹葡萄嗎? 我們這次就一起來採摘樹葡萄 樹葡萄 原名叫加寶果 哇 真的很特別 哇 這個梯怎麼大 這特別的喔 哇 地上掉一堆啊 喔 你這個種 這個種多久啊 這個喔 應該有20年喔 20年喔 那時候就有樹葡萄 你拿那個籃子 他拿籃子喔 哇 好多喔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有籃子 他可以拿籃子 拿籃子喔 這在開喔 先給我 先給我 好好好 他有三顆 怎麼有這麼特別啊 好 你看 那個屋頂上 哇 欸 這個隨便一把一堆 對啊 會一直掉啊 給我 先給我 先給我 下次楊桃這邊可以讓 楊桃 哇 這個辣的 辣的 好爛喔 好爛喔 爬那麼高 哇 欸 這咬多喔 小心喔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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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 果然是送紙桃 唉唷 我今天是一個 爬在我的 摩一下 欸 你說這個外面賣很貴 以前很貴啊 可是先 因為他不好保存 不好保存啊 一兩天就有 這好特別喔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要服飽喔 好好好 好好好 他剛剛日炸 蛤 日炸 你看這邊還有一顆啊 那邊他就沒辦法搭 那邊都沒什麼 那邊都沒什麼 哇 這個真的是 這真的是 這家是楊桃 楊桃一年之後 有包 一包 一包 好可怕 他一直掉啊 可是說 一年大概只包 十幾二十顆 十幾二十顆喔 剛剛這個 都掉了 上面都有 阿這個就是 素質啊 我說 掉kov 吃一半掉一半 吼 哇 對啊 從我們按照裡面的線 還掉五個姿勢 沒有喔 喔 這個 喔 我頭 頭已經 不是 被打到好幾顆 喔 好了 有點下雨了 太多了 之前喔 用吐的喔 用吐的喔 太矮了 還是蠻有效的喔 對啊 只是很密的時候 你吐的時候還是會掉 還是會掉喔 喔 所以說他手是一起熟 這樣對不對 對啊 這樣就安全多了喔 對啊 你看 今天釣這樣算少喔 每天都釣比這個多好幾倍 是喔 你看這樣就可以起來了 啊 這樣我剛才用手飯已經翻了 哈哈哈哈 手飯比較快 手飯比較快 喔 手飯比較快 喔 手會掉嗎 手會掉 好 好特別的體驗 下次再來 綁那個 楊桃樹就對了 楊桃樹這邊 那種特別上去 喔 哇 四斤 四斤 你躺在那邊幹嘛 你 你 還不到 三斤多喔 不要弄 喔喔喔喔 才 拔幾分鐘而已 喔 真的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因為這一次拔的樹葡萄啊 數量真的是太多了 我就去查了一些資料啊 我打算把它拿來釀成樹葡萄酒 它的做法就是 我現在是用三公斤 三斤 然後我把它分成兩個 就是1.5斤 1.5斤 然後呢 我用這兩個 那個 那個罐子 玻璃罐的 大家都是建議用玻璃罐的 所以說我就用玻璃罐 那 我有查到的 資料呢 是 這個是冰糖 那冰糖呢 有些是用四分之一 十分之一 還有五分之一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已經把它 用五分之一的方式啊 分好了 那再來就是 這個米酒呢 就是直接把它 蓋到滿為止這樣 最後的步驟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裝到罐子裡面 夾冰糖 然後把米酒倒進去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動作了 對這個罐子要先洗乾淨喔 避免它的細菌滋漲 不要有雜菌 就把它放進去 好 我 剪掉讓它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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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就是把酒倒進去 對不起啊 找不到開啤器了 只要有耐打還可以 好啊 這樣差不多就完成了 希望能夠成功 這個部分的話我也是第一支用 那我是希望能夠在 三個月以後啊 能夠有美味的素葡萄酒 可以喝 這一次採摘的素葡萄 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不過在過程當中 還是真的要注意安全 因為這一顆素葡萄真的是非常的高 因為這一次採摘的素葡萄 量這麼多 我們也把它泡成了 素葡萄酒 那三個月以後 再找機會來開箱 一起品嘗這美味的素葡萄酒 謝謝大家 本頻道主要的內容是在 分享我的個人生活經驗 不管是上山下海 吃喝玩樂 只要有機會 我都願意去嘗試 以及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您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分享 外加小鈴鐺 不要錯過任何的訊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